你等一下 你先刮我 近几大卫视都纷纷放出了相应的古装剧 而这其中有两部女主都是当下流量花 赵露丝的新汉灿烂与于书欣的永夜星河 这两部剧随之上映 也使观众们再也没有了巨荒 尤其是于书欣主演的永夜星河 这部剧可以说是凭借着其优质的原著 和在独特的剧情节奏上迅速登顶收视榜 观众们纷纷都被这剧情吸引住了 一点都不想错过片段 并且这部剧也笑得观众们停不下 纷纷都在讨论着这这部剧 古装剧收视榜第一 说起于书欣 大家第一时间可能想到的就是她的小奶音 事实上 在剧中也被她用上了 这小奶音加上她那清脆的笑声 观众们都被她的笑声所感染 不断捧腹大笑 这部剧主要是讲述着恶毒女佩林妙妙 一心只想躺平 但是却依赖着原男主的仇家来实现她的目标 所以就穿越到了小说中的剧情 希望能够躺赢 但是却没什么太多的作用 一不小心就成了这名反派女配的工具人 致使女主不得不借用她的身 并且还要求她去做一些奇葩的事情 就连观众都感到林妙妙当真是个反派角色 只是一个工具人 根本不算是女主 而仇家就是吴贤 在剧中吴贤这个角色的也是令人感到惊喜 因为性能和剧情不按常理发展 所以受到了观众的纷纷称赞 而且这部剧的男主并没有像其他剧中一样 一身华服的古装造型 甚至和古偶男主形象都不太搭 旧版的情况下 男主一身华丽的皇子服 古风飘飘的 甚至还有人设上那样性格内敛 高冷 但是在这部剧中 男主丁雨昕的形象就明显打破了一般古偶男主的形象 他身上穿的是一身深色的卫视服 外表粗犷 剪着短发 他的社交能力和情商也不高 也算是符合当下年轻人那种性格 所以在剧中他独特的形象也受到了观众的喜爱 这部剧自开播以来 热度就迅速飙升 不仅登顶收拾榜 同时也做到了热搜上的第一 观众们甚至还说 有余淑欣的剧就是开心 余淑欣小乃因 而且这部剧中演员们的颜值都很高 不管是女主还是男主 甚至是配角 都是很高的颜值 长得很帅气 所以说这部剧受欢迎也是情有可原的 更不用说剧中的特效画面 能够让观众眼前一亮 能吸引观众观看 但是这部剧最令人感到惊喜的还是剧情 它的节奏感会让观众 一会笑 一会哭 所以这部剧也符合当代年轻人的节奏 剧情不按套路 这部剧的女主是余淑欣 男主则是丁雨昕 两人可以说是这部剧的一大亮点 并且都受到了观众们的称赞 虽然之前曾有不少对他们的诋毁和质疑 但是都被这部剧所打破 实力圈粉 正如观众们所说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他们做不到的 这两位演员也将当下年轻人的气质 拿捏得相当熟练 全程都会让人充满笑意 令人感觉相当开心 而且他们的颜值也极为出众 能够令观众深感赏心悦目 观看起来也不会感到厌烦 反而很喜欢 这部剧的剧情不再按常规发展 观众们看后也感到新鲜 觉得有趣 就连剧中林妙妙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工作时 都令观众感到深深共鸣 感同身受 观看这部剧时 就仿佛把自己放进了剧情中 和他们一起笑 一起哭